歡迎光臨 鏡頭前學生開心揮手 展現出笑容與自信 這群包含電子 資訊 資儲科 共有200多位的學生 全部都考取到以及證照 這是學生利用三個月的時間 埋頭苦練 犧牲假日 還有課餘時間所灌來的成果 證明自己的能力 每天都待在電腦前面 然後就是 除了吃中餐 晚餐 早餐之外 就是都在電腦前面練習這樣 在升學上就是可以拿到一個 寄歐的資格 就是可以利用寄歐推進 去想辦法推到 再加上學校成績 去推到一個比較好的學校 校方表示 以極證照是每個技職學生 努力的目標 但是要取得卻是相當的不容易 全國的合格率普遍不到兩成 今年的致用高中 就有209位學生 順利取得以極證照 是成績最亮眼的學校 已經吸引了許多業者 進到學校來拉人才 學生如果取得以極的證照 那他的技能就表示有相當的程度了 對於參加申請入學也好 聯合登記分化入學也好 也都有加分的優待 所以對他們的幫助是很大了 那也相對的很多企業廠商 也會爭相優先來聘用 那目前已經有很多廠商 都在積極在找有專業的這個 證照的同學 經濟波景氣 失業率高的時代 證照等同是就業實力的證明 多元的就學就業管道 帶給技職學生更多發揮長才的空間 在網站卻台中採訪報導